部分我们用一个连级 不过如果说我现在要的是数量的话 我要的是最后 最后到底有几个数字的话 那我必须把它改写一下 刚刚的部分的话 判断是不是临在 就是48到57 那我把这个code 外面包一个刮糊 它如果是为 就是为处的时候 就是为真的时候 处的话是1 force是0 处的话就是条件 那所以如果说两个都为处的时候 两个都为处的时候 那相乘之后就是1 也就是数量会是1 所以第一个请你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成这样子 就是刮糊里面判断 乘上刮糊里面再判断 它如果两个相乘会是一个数字 return回来给我们的数字 那为了避免这个最后的结果 return回来的结果 不是1的话 那我把它再剪下来 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我回来的结果 它不是处的话 那我要为了要过滤一下 所以我用一个ifl 把它过滤一下 然后呢 我把刚刚的公式再贴上 如果我说呢 它为处的时候 那就没事 如果为就是有错误它 它如果说呢 为force的话呢 那它会return会有一个错误啦 所以我没办法把它做一个加总 没办法加总 所以必须利用ifl做一个过滤 那如果我说呢 有错误的话呢 那我就补一个0给它 也就是它没有数字啦 这个地方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需要做一个过滤的动作 不然最后的结果不会正确 我可以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完成第一个阶段 但是现在只有判断 第一个字 是不是数字 哇 这第一个字是不是数字 就已经这么麻烦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必须把后面的东西加总起来 可是问题要怎么加总起来 一样我把这个公式 干脆复制一下 拿到第二个阶段这边 数字个数 那因为总共呢 我后面呢 我有很多字 我不是第一个字 我有后面还有很多字 那在一切函数里面比较麻烦 它不像回圈可以设定一个范围 让它自己跑 几个字就跑几次 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我不知道几个字 那我就可以输入一个 比一来的 比它总长度来的大 而且它只有五个字 但是也许我 让它跑九 多于五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要先起一个阵列 也就是说呢 我后面 让它可以跑多次 那怎么跑多次 特别注意 在这个mid函数 的第二个参数 因为第二个参数指的是我要抓第几个字 那我刚刚只有抓第一个字 如果说你要抓后面的字 特别注意 打一个大瓜糊 让它产生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里面的话呢 就输入一 可能我要抓第一个字 豆点二 豆点三 反正你就大于 你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数字 就OK了 然后呢 把这个一样 因为后面这边也是 还是mid的后面 这个也是要阵列 所以我把这个阵列 一到九的这个阵列 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后面这边 把它贴上 OK 贴上之后呢 但是这个时候 它还不会 帮你跑九次 你要怎么样 让它可以让你 帮我跑九次呢 记得还要Ctrl Shift加Enter 它才会帮我跑九次 不过这个时候啦 因为我跑九次之后 它会帮我一个一个计算 到底是不是数字 如果是的话那就1 不是的话就0 那可是我最后还需要 把它全部加装起来 所以呢 最后记得哦 把这个公式 再减下 外面请你包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呢 上函数 SUM M 刮弘 或者是你这边 可以再 再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插入函数里面 那那个函数的话呢 它是隶属于什么 数学与三角 我印象中好像在这里 你往下拉 拉到这底下 SUM 函数 按确定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OK 好 贴上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 它这个阵列也会抓到 也说 如果你要加总 它会判断说 你要加总的 这里面有没有阵列 如果有阵列的话呢 它会帮你加 不过特别注意 你按确定之后 它还不会帮你加 什么时候帮你加呢 记得哦 游标放里面之后 按一下Ctrl Shift 再加一个Enter 那你们会发现哦 如果你在这个公式的外面 包一个Ctrl Shift加Enter的时候 它会在开头跟结尾 增加了一个大刮红 表示说 我里面的东西 如果有阵列的话 它会全部帮你加总 OK 那如果里面 当然如果没有阵列 它就不会帮你加了 如果前提是里面 必须要有个阵列 好 那我们往下填满 因为我外面 已经包了一个 这个阵列了 所以把它往下填满 往下填满的话呢 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 它会帮我把 如果前面有几个数字 全部帮我怎么样 帮我算出来 OK 这个第一个 这没错了 这个Nokia 数量好像有错 8183 47 那这个 这个是拍 我看一下 我ASCII Code 这个是我的内码表 应该是48 到57 看下48 48 OK 所以 特别注意就是说 那因为 我如果是大于的话 那就不包含0 也不包含9 所以 刚刚这个地方公式 可能要改一下 就是47 然后 它就包含0 然后再来 这个应该是58 否则的话 它会把那个0 跟9给扣掉 打勾一下 OK 往下填满 不过 打勾之后 你会发现 大瓜糊又不见了 这个时候请记住 一定要在一个 Ctrl Shift 加Enter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再向下填满 它会帮你重新计算 没错了 有没有 所以刚刚因为 0没算到 还有那个0 没算到 所以就少算 其他没有数字的 它就不算出来了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 基本上 我刚刚这个地方是 理论上我这边是 这个数字 个数值的是第一个字 如果你要正列的话 就是再做一次 Ctrl C 把公式复制到 这个出生格 在这边再执行 Ctrl Shift 加Enter 两个比对一下 OK 向下填满 那这个数字 个数是 没有 Ctrl Shift 加Enter 这边是有 Ctrl Shift 加Enter OK 你可以比较一下 有没有发现 没有大瓜糊 有大瓜糊 那没有大瓜糊 它只会 加第一次而已 对不对 如果你有Ctrl Shift 加Enter的话 它就会往下 那关键就在这里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做完 当然你可以再比对一下 隔壁还有一个 非数字个数 非数字个数的话 当然也是一样 可以做一个比对 OK 那刚刚的部分的话 这边就是 我的判断是 应该是47到58才对 如果刚刚是48 应该要等号 大于等于 等于48才对 那这边稍微改一下 改成47 我看一下 我云端上面的答案 那刚刚的部分呢 对 我云端是47 47到58之间 然后 特别注意 就是要多增加一个 Shift Ctrl Shift 加Enter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再做一次 OK 那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去做一下 那个非数字的个数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 我们 谢谢观看